嗨,大家好,我是Cody妈妈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公报鸡丁 一块鸡,一点儿花生米 还有一些配料 葱,姜,蒜,花椒和辣椒 还有一根萝卜 这是四川做公报鸡丁的标配翘头 现在我把鸡切成块 注意,这是片开 切成小丁 今天我选择的是鸡胸骨肉 切好以后,我们放在一个碗里 加一勺豆粉,也就是芡粉 再加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再加一点老抽 这样调色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用手抓一抓 揉一揉 这样炒出来的鸡肉会嫩滑一些 现在把握水切成小粒 备用 放在一个小碗里,加一点点盐 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我们需要的最后浇汁的浊料 一勺生抽 一勺生抽 两勺醋 半勺老抽 上色 再加一点,一小勺糖 还要加一小勺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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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们搅匀 我的习惯呢,是再加一小勺水 好了,锅烧热,把油放进去 我们家里炒菜不像在餐馆 锅也不可能烧得那么热 加上我们现在都是开放式的厨房 所以受限制 但是这样炒出来的菜也还可以了 现在我把葱姜蒜和花椒和辣椒放进去 先在锅里炒一炒 炒香了 已经开始有点冒泡了 然后我就把刚才我们腌好的鸡倒进去 刚才那个鸡盐大概十分钟 刚才忘了说了 好,给炒一炒 搅拌均匀 看着这个鸡已经全部熟了 颜色变了,可以把葱姜蒜倒进去 再继续翻炒 然后呢,把我们刚刚油酥好的花生米放进去 好,紧接着我们就要把我们刚刚配置好的勾芡用的汤汁放进去 葱也放进去 然后搅拌均匀 我做菜是不用味精和鸡精 好了,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袋菜呢,香脆可口的花生配上嫩滑的鸡肉 还有清香的窩室一起聚焦 要的就是这种口感哦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 还有更多好吃的等着你哦 这种口感的做法 在你怎么的蛋糕中可以做的 然后明天要做的 这个东西 就好了,我可以继续做的 然后再排一下 然后再排一下